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1年8月18日 今天有兩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其中一件事相信大家今天在新聞看見是很開心的事 就是在港大有四人被捕 四名都是學生 當中包括港大學生會評議會主席和港大學生會主席 他們涉嫌宣揚恐怖主義被警方拘捕 但內幕消息指 原來當日在場的其中30名有分投贊成票 他們也有機會被捕 但為何到現在還未拘捕 只拘捕了四名 警方接下來有甚麼下一步行動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警方將會審問這30名贊成票的人 如果有可疑都會立即拘捕 為何這樣說 稍後和大家討論 但在討論這件事前我想回應一下 早前我拍過一段影片 討論現在有些黑暴利用私煙 去誤導我們的年青人做犯法的事情 而有些網友在問 關於加熱煙和電子煙這件事 所以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到底甚麼是加熱煙 甚麼是電子煙 而這些他們現在的走私情況是怎樣 而香港政府對於監管和禁止這些煙的行為 又造成怎樣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你刷入的陷阱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右下角的訂閱和開啟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如果一直有看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也知道早前肥仔傑說過一次 關於有個街坊收到黑暴的內電 邀請他買走私香煙 而且亦表明是手足有情價 有手足價給他們 而有些網友在下面留言 希望我也可以說說關於電子煙和加熱煙的分別 和現在香港的情況 首先要給大家一些資訊 加熱煙和電子煙是兩件事 電子煙 大家聽就聽得多 電子煙通常是一些液態 一些不知何做的焦油或油 然後霧化成為電子煙 現在亦成為現在香港年輕人或全球年輕人 時下比較熱門的一種產品 因為他們覺得好像沒有傳統香煙有害 亦沒有臭味 但事實上多過研究指出電子煙是有害 而在這一點有不少人誤會了 誤會了另一件事就是加熱煙 其實加熱煙是現在一些煙廠商 他們做出來其實就是傳統香煙由燃點 即是點火燒到現在改變成加熱 亦有專家報告指出 其實加熱煙距比傳統香煙的傷害少九成五 但這次我想說不是介紹大家食煙 而是說政府法例上到底處理得如何 其實在過往2019年時 我們的特區政府曾經希望刊憲立法 全面禁止銷售電子煙及加熱煙等產品 但社會上當然對這些全禁方案頗有大爭議 特別是加熱煙 導致我們的議會近兩年來討論過很多次 當中包括15次會議都一直沒有進展 事實上加熱煙在世界各地及內地的政府 都是選擇用一種規管狀態 去做加熱煙的情況而不是全面禁止 2019年時食衛局提出全面禁煙 其實一直以來禁煙這件事好 至少人民可以健康些 市民也可以健康些 但我覺得很多事情要一步一步走 現在大家在市面上無論71或便利店 都可以買得到一些傳統的香煙 但其實現在加熱煙成為一種新型的新科技產品 又或是可以稱為 用新科技令傳統香煙減少有害物質的釋放 這樣更有利是市民戒煙 其實現在有70多個國家容許加熱煙等產品進入市場 當中包括日本、韓國、英國、法國、美國、加拿大等 而當時2019年時食衛局提出全面禁煙 說我們不准買加熱煙、電子煙時 其實加熱煙當時只有30個國家可容許合法進入市場 即是兩年時間已多了40個國家認可 而當然在此必須和大家澄清 加熱煙並不是武漢 而且加熱煙的確是煙草 但科學證明它比傳統香煙的危害低 即使全面禁煙作為香港的目標也好 其實在外國我們看有類似個案 在英國、紐西蘭、新西蘭等地方 其實他們都是以全面禁煙為標準 而且他們的煙草水非常貴 而這些新型的加熱煙其實有助減低 對於吸煙人士的危害 而香港政府應該要採用監管而不是禁止的方案 其實我們國家早前亦曾經表態 對於新型煙草產品的表態 而在今年3月時 中國工業及信息發布提出了意見徵求的稿 當中亦表明要強制監管這些加熱煙的產品 而不是禁止它 而官媒早前亦有提及過 部分這些新型產品相比傳統的香煙 其實是有明顯減少傷害的作用 促請政府需要規管監管 作為新型產品的流入市場情況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香港吸煙的煙民雖然每年都有下降趨勢 但我們看到除了人數下降之外 年輕人吸煙的情況是多了很多 這裏政府需要做好監管 而食衛局提出過要電子煙加熱煙兩邊全面禁止的時候 其實這亦引申了很多問題 首先第一個問題從大局觀看 因為內地的控煙政策本身比香港的控煙政策更前 當中包括上海、湖北、湖南等地方 對於新型加熱煙的產品已經做了研究 而且和外國的研究基本上是一致 亦比傳統的香煙的傷害率只有5% 即是減少了95% 而在香港到底會出現甚麼問題 如果食衛局要全面禁止電子煙 加熱煙等等的產品 當中就是如果未來我們開關 遊客來到香港 而例如日本、韓國甚至我們國家 內地的遊客來到香港的時候 本身在他們的地方 他們自己吃加熱煙這件事 其實是合法的話 來到香港變成犯法 便問題大了 而另一件事就是 現在粵港澳大灣區 其實我們香港是要融入的 而國家的政策很多時 其實要和香港的政策做到一致才行 雖然除了加熱煙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政策也要做到一致 我們經常被內地批評 就是我們香港被大灣區整個步伐 我們是拖慢了大灣區的步伐 這便衍生出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我們香港可否跟上國家的發展 我們香港是否繼續停滯不前 這便是重點 其實剛才也和大家說了 如果政策不一樣 可能會影響本地入業之外 亦衍生出這次主題要帶給大家的 就是走私煙的問題 大家知道早前和大家說過 走私香煙的一些詭計或手法 如何走私等等 但事實上現在政府因為監管加熱煙 就是禁壽不禁食 亦是指市民可以吃煙 可以吃加熱煙 但不可以買加熱煙 亦不可以買加熱煙 很多人便會想 那些人便不能吃 但為何街上依然有那麼多人吃 首先根據剛才和大家說的 很多煙民亦找到加熱煙的好處 或是減少傳統香煙傷害的95% 所以市面上香港吸食加熱煙的人數 亦然是非常多 但如果只能吃 沒得買 便加速走私煙的活動 會更加猖狂 而且亦會令正常經營報返的市民 雪上加霜 大家知道現在最主要香港賣煙的地方 基本上是報攤或便利店 如果政府容許加熱煙在報返賣 加強規管 可以幫助報返之餘 同時亦可以禁止加熱煙成為走私的產品 這亦是其中一點 而最重要是 加熱煙是傳統香煙的代替品 亦有助部份用家或部份煙民 去戒煙 而香港本身 在行一個長期禁煙或控煙的目的 如果全面禁售的政策 亦是沒有來全面禁煙 因為如果禁售後再禁食 警方大力打擊 便會迫別人去吃危害更加重的傳統香煙 甚至有些朋友吃開加熱煙 他們說原來加熱煙 會令他們減少吃煙的次數 甚至減少他們的煙隱 亦有助香港政府在未來做到全面禁煙的情況 這不是更好事嗎 而且有人會問一個問題 是否香港不要禁煙 推更多年輕人或非煙民吸煙 其實這有少許偽命題 因為傳統香煙可以在便利店買到 而香港本身有完善法例規管煙草產品 包括煙草稅 之前跟大家說過一包煙有三分二的價格 都是煙草稅 而早前立法會亦討論 要不要把煙加價加到100元包等等 亦有助做到戒煙的情況 現在其實政府應該要做好把關的工作 將戒煙納入作為規管 而不是作為全面禁煙或全面禁食等等 才有利他們加以控制 有些人非常擔心年輕人會吃到煙 在便利店也能買到 年輕人同樣買到 如果要吃也無法阻礙 反而如果被走私煙進來 甚至黑暴利用走私煙去控制年輕人 或是讓年輕人幫他們做一些犯法 賺錢 這樣更加禍害我們的下一代 更加禍害我們的年輕人 所以我非常建議政府 將這類型的產品 規管 而不是禁售 而早前 立法會那邊亦多次討論 亦有立法會議員提出相關的論點 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曾經說過 平衡各方要求後 他向食衛局提出修正案 建議用監管加熱煙 取締全面禁止加熱煙 當中亦獲得跨黨派的議員支持 包括民建聯的黃定光 京民聯的吳永家和自由黨的張宇人等等 而且 食衛局應該要跟隨 整個世界或科技發展的漏洞 經常被人說我們香港不夠創新 不夠科技 甚至跟不上潮流 這些法例上的事是否過時 食衛局應該要檢討 剛才跟大家說過 食衛局當時2019年提出時 只有30個國家容許加熱煙進入 而2021年有70個國家容許他進入時 是否加熱煙在國際上已被認可 而香港是否應該要及時更新一些法例 其實這次食衛局應該要接納邵家輯議員的建議 而將加熱煙 電子煙完全分開 亦是用監管去取締 禁止的字眼或行為 用監管 由政府可控的情況下 處理這些問題 逐步逐步令香港市民禁煙 而不是一來一刀切 然後逼人吃傳統香煙走上北歸路 這是政府需要考慮 亦需要平衡的一個點 這是關於加熱煙和香港感煙的情況 輕輕告訴大家情況和資訊 主要進入今日最重要的題 這題是今天的港大學生會被捕事宜 相信大家等了很久 今早警方據悉國安處 拘捕了至少三個港大學生成員 最終出來的資料 因為警方今早開了這個記者會 宣布了正式拘捕了四人 當中涉及到的 就是港大學生會 的主席 和他們港大學生會評議會的主席 另外兩人分別是港大文學卷的前學生會代表 容仲熙 和港大學生會下屬前學生會代表 就是林承鏗 他們分別是四人被捕了 而他們被捕的行為是 他們是宣揚恐怖主義 我相信大家亦不會有一個很驚訝 或者覺得為何會拘捕他們 我想應該沒有這些情況 因為大家都已經知道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 針對七一這個兇徒的刺警行動 作出美化的會議 在會議上亦通過了30個人支持 贊成通過這個議案 我們一直期望警方拘捕他們 今天終於拘捕 除了拘捕他們外有很多人問 還有30個在籍的學生 他們投票的人和參與會議的人 早前港大校委會說明 當日有份參加會議和沒有參加會議 同樣是港大學生會評議會的代表那群人 全部被禁止進入校園 這一點無疑等於變相停學 而警方這次拘捕的名單中 竟然沒有其他人 只有四個人 為何會這樣 其實不是警方不做事 警方這個拘捕我估計只是第一步 因為根據今天所看的資料 這次被捕的四個人 其實就是當時在會議上有份 發起悼念美化暴徒的提名人 而後來投票支持那30個人 贊成那30個人 警方亦表示現在正在下口供 會進一步了解他們為何會投贊成票 如果他們投贊成票的原因和理由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這個七一的兇徒 是烈士 是香港的正義 這樣的話 可以將他們 當成宣揚恐怖主義 亦同樣拘捕 所以可以說是警方 也算是在給他們機會 等他們下口供時 看看他們怎樣回答 亦不排除未來會拘捕更多人 但有人會質疑 甚至那群小黃人出來說 一群學生 你們警方必須這麼害怕 一群學生可以搞出甚麼事 學生在學校內自己開會 你不用拘捕他們 是否沒有言論自由 那群小黃人一定會這樣說 但大家記住以下數個點 如果他們有人這樣說 一定要拿出來反駁他們 首先第一 警方其實多次說明 甚至今天鄧炳強局長 亦是我們保安局局長 在立法會接受立法會議員的口頭質詢時亦表明 近日警方發現了 有本土恐怖主義的人 在網上招攬一些學生 在學校內 大規模宣揚港獨和宣揚一些暴力事件 而這一點警方表明會主動在網上巡邏 亦會制止這件事 主動 而 這情況已經可以反映出 學生或學校在內開會說這些 是否就說是一群小朋友的玩耍玩樂 那麼簡單 肯定不是 因為我們看回2019年一部事件 那群學生會那群人全部都有參與 甚至有落水 甚至有製造武器 這些又可不可以叫做玩耍 很明顯不可以 所以基本上現在校園 是一個更加需要規管 和更加需要更高透明度 讓社會大眾知道他們學生會做甚麼 他們的學生在內做甚麼 這是有這樣的需要 而第二點 學生並不是一個可以犯法的藉口 而學生最多是 作為他上庭時的求情理由 你可以說學生的心智不成熟 但我想問大學 全部都過了18歲 已經是成人 你只不過還在讀書 聲稱自己是學生 但事實上如果你不讀大學 同樣 你也是出來在社會工作 為何你又有特權 那群學生又有特權 其實學生根本沒有特權 最多成為法庭上的求情藉口 你上庭時可以跟法官說 因為我是學生 給朋友善的 給朋友誤導的求情 減少一點 可能坐少一點 而這正是法庭上可以求情的理由 而不是他們犯法的藉口 這一點很重要 所以大家必須記住這兩點 當有些少數人出來說 現在香港沒有自由 學生都拘捕 又說拘捕學生 這個記住我們不是拘捕學生 警方是拘捕一些犯法 甚至是美化犯罪行為的罪犯 而這群罪犯只不過 用學生的身份披著在外面 他們亦是披著羊皮的狼 而警方就把羊皮拔開 然後正式拘捕這個狼 沒有任何人犯法是可以逃避法律責任的 無論是我們政務司司長前保安局局長鄧家超 現任的保安局局長前任的警務處一哥鄧炳強處長 連我們新任的警隊一哥蕭澤宜處長亦出來說明 就是基本上我們香港任何人犯法都要 要承擔法律責任 無論是你 無論是我 無論是其他人 無論是黑暴 無論是學生 無論是老師 無論是大學教授 或是政棍 或是立法會議員 甚至是特首犯法都要捕 所以這一點非常重要 如果真真正正要維持我們香港治安 必須勇敢執法 亦必須勇敢地告訴那群人 現在警方不是選擇性執法 不是打壓他們意見 而是我們香港必須針對美化暴徒的行為 或是暴徒予以嚴厲的譴責和處罰 今集時間差不多 我會拍多一集關於612不人道基金宣佈解散 留意下一集的影片 今天時間差不多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令更多人知道 反對派想你插金證 亦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新影片 我們下一集再見 Bye Bye 開場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